字幕志明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在古域這兩年令我很難忘很感動的 就是拍攝了兩輯《無窮之路》 在拍攝的旅途當中 我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在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 拍攝《無窮之路》 我們攝製了一行五人 去了十幾個省市 其中一個我最難忘的 就是去到青海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被稱之為 生命的禁區 因為那裡的氣候非常極端 有時早上拍攝的時候 還是大太陽 但是到了下午 會突然有大風雪 那裡因為這麼極端的氣候 不適合人類居住 在這裡有一種很珍貴的動物 叫做藏寧羊 藏寧羊的毛非常珍貴 一張藏寧羊的披肩 當時八、九十年代 可以賣到幾萬元美金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不法之徒 去屠殺藏寧羊 導致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藏寧羊曾經貧臨絕種 當地很厲害的一群居民 其實真的看不過眼 因為他們覺得藏寧羊 對他們來說 除了是朋友之外 更加是家人 所以他們也不惜一切 不求回報地守護這群藏寧羊 我們也參與了一場協助 藏寧羊大千載的行動 當日其實他們一群的衛士 也駕駛著他們的巡邏車 去到那條青藏的公路 當藏寧羊快要經過的時候 他們也駕起鐵馬 也擋住穿梭青藏公路的貨車 為的就是希望那群藏寧羊 可以安全地穿越這條青藏公路 經歷過這次動物大千輩之後 其實我體會很深的就是 想起以前八、九十年代 這群藏寧羊 會走一步都一步一驚心 會怕被人屠殺 但是到我眼前 看到他們可以這麼自由自在 在他們自己的家園 找回家裡的那份歸屬感 和那份開心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花了幾代人的努力 而在我眼前 在可可西里這裡 這群一直留守在他們家鄉的藏民 這群的巡戶員身上 我是真的體驗到 他們很尊重那種大自然的法則 提醒了我 我自己生活在大城市 這個世界其實真的不單是 我眼前的碩士、電子、數字等等 其實還有大地、有動物、有花、有草 甚至乎我也覺得 動物不單是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其實他們也有他們屬於他們的家 我們也應該好好保護他們